睡吧 不睡,搞甚麼? 你這麼難得… 喂!我頂你了! 醒了! 醒了,一腳走過來 你這麼難得,我家裡睡一晚 那是否大家聊聊聊天 把足談心有些 一向都沒有兩句,你想說甚麼? 一向你沒有兩句,我有很多心思要跟你說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跟你一起相處 已經十幾年了 因為大家解散了之後都不朋友 解散之前都不太朋友 或者一年都不知是否一個電話 所以我現在又要逼著跟你一起做表演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聯繫一下 其實當初,你沒有了我,你不是很傷心嗎?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你想不想打我一拳? 為甚麼要打你一拳? 你忘記了當時我小時候打你一拳 你忘記了,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 你想我打哪裏? 你想我打哪裏? 當時如果不是那班人按著我 你不知道我一腳飛去哪裏了 你記得當時我們是怎樣拆火的嗎? 我記得當天我們是電車 我記得是一個很冰冷的車上 對,早上我們是晚上在廣州拍完廣告 對,跟TWINZ一起的 我們當時是一輛車的 不是,我是拍廣告 對,對 當時那個中廣車有有一份報紙 對 我們看報紙 就先知道 說boys拆火 Manny還要承認 對,就好像我們剛剛宣佈我們開演場會 對,都不知道 對,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這個組合者由頭到尾 甚麼都不知道 甚麼都不知道 拍過寫真集,除了三人 對 但那一刻其實不是很順 對,我記得我還特意打電話給Manny Manny這件事是真的 報紙也賣 然後她說 對,拆火吧 當時其實都挺惡言 因為沒有甚麼心理準備 但是我記得當時我們兩個的關係 是比較一般的 對 當時其實我 其實我小時候都是一個挺半夜的人 我最討厭的是 要去聽從別人的指示 你叫他減肥? 當時還不是很肥 但是因為 始終自己沒試過 跟另一個人去相處 我都要做這麼多事情 我連家裡 我和我弟弟 都不是關係那麼好的時候 我怎樣去跟別人相處 因為我們 當時我們相處的時間 是多於家人 多於任何人很多 我們當時是 那兩年 基本上我們是天天都對住 一天見 都要住在一起 因為24小時 我們至少建築18小時 做boys的時候只有18歲 甚麼都未接觸過 工作未接觸過 只做過模特兒 然後就和你一起去做 你真的敢告訴別人 你做過模特兒 我以前行過三次 fashion show 我記得 我看到你的時候 其實我挺開心的 第一次見你進境 因為我知道 你原來是我的拍檔的時候 當時我覺得挺開心 因為我覺得 你給我的感覺也挺親切的 因為當時twins很紅 他們想做一個男生的twins 我覺得 當時有這個機會 很開心 而且當時很多人說 我們兩個都相似 然後我還做了你表哥 我做了表哥 當時入英王的時候 那時候我十七十六歲 那Manny說 不如你繼續讀下去 你說一個年輕偶像 怎麼可以 未讀完書 對 然後他又不去搞 你又不去搞 然後Manny就要我去搞 然後我記得 我帶你去那些旺角 那些上樓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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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進修學院 那些還在那裡 對嗎 然後就幫你報名 去報中四 對 還要考試 但是那些人很奇怪 看到我 都一個年輕的樣子 然後問 請問你是他哪位 監護人 你會不會太年輕 然後我就說 我是他表哥 我說表哥 關自分 然後你真的很不相信 那時候最壞就是 那時候我們還在訓練 然後你已經逃學了 每天早上 Manny就打電話給我 張智能的表哥 張智能又沒有上學 然後就開始了我們這個生涯 其實都 我都覺得幾夢幻 因為到現在 有時候覺得如果我不是跟你在一起的話 或者我的人生 更加精彩 不是 你說真的 是後來我們不相信 我們一出道是很順風順順 其實認真真是 是給很多人 很多新人 他們經過一個 熬過的階段 我們基本上一出道 因為有我們的師姐 那些光環 基本上我們一出道 已經是很受注目 已經萬千寵愛 所以這個有時候 其實我後來都想 會不會是一個魔咒 其實不過真的 沒有男生都不會有我們 都不知道後面的腦會是怎樣 其實都很後悔 那時候沒有盡力去和你了解 其中 因為始終 跟別人的相處經驗 真的不是很多 因為小時候 經常都被人欺負 不是很多人喜歡我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反而懂得怎樣去做人之後 就會發現原來 其實一直自己都做得好錯 但也不遲 還有 到我們不再是以前的男生的時候 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以前我們得到的東西 不是必然 因為以前我們每次出去 就有六七個人圍住助手 經理人 化妝整頭 到後來 原來我們不進步的時候 原來很多人就已經是 會更加進步 還有 當你一個沒有思想 兩個男生的時候 就會被這個 時代去淘汰 但其實那段時間 我覺得更好 我們兩個都刻意 再經歷了 真的在外面的東西 我們才知道以前 我們得到的東西 不是應份的 這十五年真的經歷了很多 經歷太多辛酸 反而成就到現在的一個 就是我堅持 其實如果你看到今年 我真的完全沒有期望過 會 跟你一起開場 你不要說開場 我簡直對上一次 英王幾多周年演唱會 在澳門 那時候我還沒完 我心想 應該最後一次跟你在台上唱歌 應該不會再有機會 突然間 阿軒仔無緣無緣無故 這樣的撤合 突然間又 真的開了演唱會 對 怎麼搞的 我們都還很年輕 但竟然已經變成集體回憶 又搞的 其實BOYS也應該開演唱會 你今晚老闆在這裡 對 老闆 老闆開不開嗎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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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都不會把軒仔的粉絲當成我們的粉絲 對 但如果第二天出來 沒有想到 真的沒有 他們還會記得我們 沒有想過我們 這十幾年 做了這麼多次嘉賓 第一次在台上 那種震撼力 是自己上台會打冷震的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我希望你去 做一個好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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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是那句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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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enny 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再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會馬上通知你 拜拜